搜救隊伍攜索等裝備全副武裝攀爬山頭 他們在山林中穿梭迂迴前進 大批人馬選擇爬山 正是因為底下的道路已經被大水冲斷 必須繞道搶救受困的民眾 位在仁愛鄉大同村的和歡先進民宿 船出有九個人 因為道路和通訊中斷 受困山上已經斷糧 還有行動不便的受困者需要搬運 台中特艙大隊冒險繞過道路攤方處 腳底下是幾十公尺深的懸崖 還要留意零星落石 驚險萬分 要搬到寬的地方 遇到陡坡等困難地形無法拉繩索 還得借助輪椅 徒手搬運 相當的辛苦 結束一天的工作後 搜救隊弟兄累得人仰碼翻 常常地上鋪個軟墊就席地而睡 我們本來就是使用這個睡墊 就是稍微躺下來的 看到搜救人員連休息都這麼客難 附近國小趕緊提供運動軟墊 讓大家能舒服的躺臥 搜救隊員幾乎是一躺上去 立刻進入夢鄉 每次搶救人命都是一場硬仗 但對搜救人員來說 能夠協助災民脫困 就是他們最大的成就 華爾姓 黃腿 張山峰 林健坊 武漁者 周大祥 南投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